大家好 感谢大家在这个特殊的 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为我们的受洗见证 我叫何安琪 来自陕西 我是2017年 跟我大爷任天怡一起来到美国 当时我在波士顿的东北大学读书 而天一在马省大学 刚来的时候很不方便 我们每隔两三周 会坐三个小时的大巴 到彼此的城市 后来买了车 我几乎每周会来安城 因为天一是基督徒 只要我来安城 他都会带我参加周五和周日的 教会查经和主日活动 但是我想很诚实地说 很长一段时间 我并不是很愿意跟他去教会 只是为了陪着他 同时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我可以说是身体来到了教会 但是心在别的地方 我内心是不相信耶稣基督 不相信圣经的 我甚至时常嘲笑他 轻易地去信教 而没有去思考 去研究他到底信的是什么 这种对耶稣基督的排斥 我想是由来已久的 因为我从小都被灌输 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价值观 加之生活在央企家属院 周围的长辈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要么是无神论者 要么是有一些中国传统迷信 我也深受影响 我对耶稣基督的了解 可能只限于偶尔的电影形象 但是现在回想 其实神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出现在我成长的各个阶段 只是这些神迹都被我下意识地忽视 但当神的旨意和带领越来越清晰 我再也无法去 基于自己之前的经验和见识 去否定他的存在 而是开始感谢他的带领和美意 与神初次的擦肩而过 发生在大三的校园 那是寒假的某一天中午 我至今记忆犹新 虽然是假期 但是还是有很多学生 选择在学校住一段时间 我走在宿舍楼门前的路上 一般那条路 即使在假期中午也会人来人往 可是说来奇怪 当时那条路只有我一人 肉眼可及的范围竟空无一人 显得校园格外冷清 原本低头走路的我 一抬头 不知道从哪已经冒出来一个人 笑容满面地向我走来 我已经忘记他的长相 但是却一直记得他无比真诚的笑容 他递给我一张卡片 并且说欢迎我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以为是校园的社团宣传 敷衍地答应后 结果打开一看 上面竟然写着 邀请我参加某天的团契活动 而我不以为然地 随手把卡片扔到了垃圾箱 事后我还特别询问了一圈认识的朋友 但是没有人遇到过相似的事情 也没有听过当时西安有什么团契 后来这件事我也逐渐淡忘 但是现在回想 我不禁惊呼 原来神在那么早 已经派来使者让我去接近认识他 而我却与他擦肩而过 后来我按部就班的本科毕业 在国内读研 当时天仪在美国读研 但是感谢主我们顺利地申请博士到 马省 在离得不远的地方上学 就在出国前我们决定一起去青海游玩 而我就在那里亲眼目睹了神迹 出国前的神迹发生在我们还青海湖的旅途中 还记得我们当时坐在大巴上 我靠近窗户坐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 我正看着车窗外绿油油的草原发呆 突然我注意到我的右边大腿上有一块影子 我不知为何就叫了出来 这是一个耶稣人脸的侧影 我让天仪赶紧看我腿上的影子 她看了一眼说 这是一个影子 但她看不出来是耶稣 而我从我的视角开始给她激动地描述 我正在看到的 这是耶稣的侧脸啊 你看她戴着类似荆棘的观 微微低头 高鼻梁 我甚至可以看到她落腮胡子的形状 那么的真切 仿佛就是太阳照在她的身上形成的 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会惊呼 这是耶稣的影子 也许是之前看过类似的电影 或者书上的形象 我也不能解释 怎么会形成这么真实的影子 我赶紧搜索周围 也许是一些不同东西的叠加形成的 过了一会儿影子消失了 而我在那一路 都在跟天仪反复确认 我们不是在做梦或者幻觉 她确实看到有影子在我腿上 只是只有我能看见她是耶稣 我至今觉得不可思议 我不敢妄自揣测神的心意 但也许是神知道我的心应 为了让我坚定不移地认识她的大能 而开始显示了神迹给我 这之后的我心确实有所松动 我开始去搜索和关注跟基督信仰有关的内容 来到波士顿读书时 我的一个社友是基督徒 我还记得有一次 在他的邀请下 我们去Boston的Park Street的教堂 我会跟里面的人辩论圣经的真实性 但是当时 其实我已经悄然地开始 从对神的不以为然 不屑一顾 转变成了在质疑中的探索了解 感谢主 神没有放弃我 而是一步步引领我来到安城 来到安城华人教会 并且一次次地继续扣着我的心门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安城 周日参加完主日活动后 我便开车载着天仪去超市 不知怎么我们就聊到了 刚刚牧师分享的内容 我记得当时是关于上帝 创造人类和亚当夏娃 我那时候就跟天仪辩论 大谈特谈 说着我的外星人理论 虚拟世界理论 说到激动时 开始说了很不敬神的话 说我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 是我的神 都是骗人的 天仪赶紧说 你不要说不敬畏的话 我还是在那儿质疑地说 如果这如果都是真的 那就让神现在显灵啊 就在我说完这句话 大概十秒钟 从我的右前侧车道上 有一辆车并到我们车前 我们异口同声地惊呼 原来是前车的后窗上 有一张非常显眼的贴纸 上面写着 Jesus love you 耶稣爱你 我没法解释这种巧合 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说 不敬畏神的话了 还有一次周末 我来到安城 一大早八点 和天仪去学校图书馆二楼自习 我们一起上到二楼时 灯还是黑着的 没有别人 我们打开灯 我就立刻注意到了 二楼自习室中间的沙发 然后很自然地走到跟前 看到沙发的学习版上 有一本打开并且扣着的书 风皮厚实精美 原来是一本英文版的圣经 我叫来天仪 他就说 也许是图书馆的书 是谁看过后留在那儿的 但是我不知为何 就回了他一句 不知是预感还是玩笑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图书馆的 是给我的 然后我拿起书 翻开的那页 贴着一张黄色的便签纸 纸上画着一个笑脸 上面还写着 This is for you 这是给你的 我非常惊讶 便把这本书拿回了家 但是我很惭愧地说 我之后并没有好好去读它 总是借口拖延 但是现在想来 原来神曾经亲自把圣经 都递给了我 让我去阅读 我现在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非常相信 圣经就是神留给我们的宝藏 我愿意按照神的旨意 去认真地阅读和学习 最后一段 我的经历想分享给大家 记得之前有一位福音歌手 盛小梅来安城华人教会巡回表演 我当时开车从波士顿往教会赶 因为路上堵车 我赶到时表演已经临近尾声 我只能坐在最后一排 而此时正巧到了最后的抽奖环节 我在小纸条写下了我的名字 然后纸条被放进了台上的抽奖箱里 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有很强烈的预感 我能抽中 我甚至告诉了身边的弟兄 这种强烈的预感 我从来没有过 果然就抽中了我 然后我的名字被念叨了 我得到了盛小梅的最新的CD专辑 作为奖品 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开车时都会播放她的这张CD 从小都听摇滚和说唱的我 理论上应该不会对这类歌曲感兴趣 但是我竟然觉得那张专辑 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听完后我内心很平安和喜乐 我的母亲听说后 在国内也开始听她的歌 并告诉我 每次她听完后也都很感动 从那以后 我开始愿意带着心去教会 愿意去接受去聆听 开始去认真地考虑基督信仰 感谢主在2019年12月25日 在听完牧师的传道后 我泪流满面 我认识到我是个罪人 耶稣基督倒成肉身来到世上 受尽羞辱 又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并在三天后复活 我愿意接受她为我的救主 便举手绝制了 感谢主 我的母亲在去年待在安城时 也在我们的华人教会绝制了 我现在回想 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和安排 当我写完这些亲身经历 神的旨意对于我愈发清晰 我真真切切地在神的带领下 经历了从不屑一顾 到质疑 最后到相信的神奇里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 我也在不断地认识自己 认识到自己的罪 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认识到只有耶稣的爱 可以充盈我渴望爱的内心 前两天看到梁斌老师 在我觉知当天发给我的微信 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一段经文 或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想今天之后 就是我的新的生命了 我会努力活出神的旨意和盼望 感谢主用他的大能 在一步步地带领我 带领我们一家 去亲近他 认识他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